过年的时候台北没有想通常那么密集 我就是出去走路的时候我不这么看到人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从台北跑到就是他们的家乡去了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先是在高雄 有一个周末我就是想台北来 我遇到了我现在很好的朋友 他是邀请我参加他家里举办的一些项目之类的 所以我们也是玩了一些普克相关的游戏 大概每天晚上要去吃火锅还有其他的很好吃的东西 而且我也是做了那个骆特的事情 你就可以插那个彩票 我其他的台湾的朋友通常会出国旅行 他们会去日本滑雪 还有其他的也会去欧洲 就是逛逛哪些建筑很漂亮的地方 我希望今年我可以多了解台湾的博大精神的文化 恭喜发财台湾万岁 恭喜发财台湾万岁